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美帝变频空调的外基板 这边是接铁壳的线,也就是大地的线 然后这个是线号线 这个蓝色的是零线,棕色的是火线 这是NTC的热敏电阻 这是保险 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共膜抗干扰电杆 共膜抗干扰电容 插膜抗干扰电容 继电器 这还有一个亚敏电阻 这两个电阻是过灵检测的电阻 然后这个线接的是我们PFC的电杆 这个是PFC的 也就是前级整流桥输出的滤波电容 这个就是整流桥 然后交流电压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从正端输出正电压 副端输出副电压 经这个电容滤波以后 通过PFC的电杆 加到我们这个PFC功率管 然后通过这个肖特级二级管整流 输出电压加到PFC输出滤波电容上 同时这还有一个亚敏电阻 这是电流检测电阻 是10毫欧的 这还有一个 然后我们这一部分是MCU部分 这是MCU 这边是运放 这个运放是检测我们这个过灵信号 还有这个电流信号的 然后这段还有运放 是检测我们模块的电流的 然后这一端这个位置是低压电源部分 电源芯片采用的是A6061 这个位置有个光偶 这个还有电流取样电阻 很显然它没有功率管 另外这一部分 这个芯片和这个电感 组成的是5V的低压电源 这里有两个继电器 一个是给我们的外风机供电的 一个是给我们的四通阀供电的 这个位置有两个光偶 还有电阻 电容 还有这个电阻等原件 就是通信电路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 前边是交流输入 一端是零线 一端是我们这个信号线 然后通过电容电阻 加到光偶 然后这端也是通过电阻 然后加到信号线 然后这端是通过5V 给这个光偶和这个光偶供电 然后反馈到我们的MCU进行通讯 也就是跟内机板进行通讯 这三个端子是接温度传感器的 分别是环纹的 管温的 还有压缩机排气管温度的 这三根线是UVW 三项输出驱动压缩机的 另外这个插口 这个位置有一个插口 它是接测试小板的 如果我们有测试仪 就插到这个位置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